主料,排骨500克,豆腐4块,辅料,盐,鸡精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排骨洗净备用,把洗净的排骨倒入砂锅里,再注入适量的清水,开大火烧开,豆腐洗净备用,烫开后切入豆腐块,盖上盖子,大火烧开后,调小火炖40分钟, 要入盐,即兴即可关火食用,烹饪技巧,豆腐要早点下,炖到豆腐里都是泡泡眼这样才入味,好吃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